第三试题,小明研究一未知气体,发现该气体的性质如下,甲无色,乙比空气氢,丙亦溶于水,丁以pH仪测水溶液的pH值为9,试问该未知气体最可能是下列何者? 我们根据比空气氢,我们就知道它应该是氨,因为空气的平均分子量是28,如果你的分子量比28大,就表示比空气重,比28小就比空气氢,这里只有氨的分子量是小于28,所以答案应该就是氨,那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甲无色,所以我们就知道不会是珠氯气,因为氯而是黄绿色,丙亦溶于水,根据我们说二氧化碳是用排水及气法收集, 所以二氧化碳应该是所谓的难溶于水,所以也不会是A,那么再来,丁以pH仪测的水溶液的pH值为9,这表示成减性,二氧化碳溶于水是碳酸,二氧化硫溶于水是亚硫酸,都是酸性,所以不会是A,也不会是B,现在只有一个C,氨是有可能的,所以第三次提问我们说,试问该未知气体最可能是下列何者?我们答案选的是C,氨气。